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RIDER 非常感謝你們再度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又回來方舟寶可夢2.5G的影片啦 那目前2.5G到今天為止已經推出了四部影片了 所收到的評價比之前的模組都還要來得好非常多喔 大概是因為這次測試的寶可夢 試出的招式都超級帥 因為之前的寶可夢相信大家也看多了嘛 通常就是只會普通攻擊 然後再加上之前的模組呢 做的稍微粗糙了一些啦 雖然說現在還在測試階段 但是我們目前所看到的這些新的寶可夢的模組外觀呢 細緻非常多喔 還是希望說博士們可以堅持下去啦 不要說到時候準備要拍第三季的時候呢 所丟出來的寶可夢 都還是舊的那個樣子好不好 所以如果說你也是很喜歡放手寶可夢的觀眾 可以喜歡我的影片點個喜歡 有沒有訂閱的觀眾也可以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裡不會出Orad更新影片的動態囉 好的 那我們上下集看過了我們經典的初代玉三家呢 他們的招式更新之後 真的是覺得老噴的地位還是不會被動搖啊 所以他改的真的是超帥的 龍系的招式也有 飛行系的招式也有都有更新到喔 那今天呢一樣是要來找有測試更新的Pokemon喔 來把他們收服起來 我記得六尾好像有更新啦 六尾的他有兩個進化嘛 阿羅拉的六尾跟一般的六尾 然後進化成九尾之後他們的招式好像也有更新 我們上一次在第一集的時候有看過 舊版九尾的攻擊招式了嘛 所以今天呢我想要去找看看有沒有阿羅拉九尾 或是阿羅拉六尾 來讓我測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招式更新 好 就來去找找看吧 先把 先定個目標出來 不然有點漫無目的的到處亂跑 不是很好 我們朝著有雪的山上走吧 應該就可以找到阿羅拉的六尾或九尾 哪邊有雪啊 嗯 糟糕 這個張地圖 不熟啊 那邊那邊那邊 有點遠耶 在那個方向啊 好吧 我原本想說就徒步用跑的 但是還是得派出我們的老坑啊 來吧 再我一層 我們直接飛去雪山那邊看一下 中岸我們朝著雪山前進 尋找阿羅拉六尾 阿羅拉九尾 啊 來了來了 就是這裡啦 看一下有毛有 既然都是雪地的話 有嗎 有看到長毛象跟犀牛啦 還是沒看到Pokemon的樣子耶 有沒有呢 阿羅拉六尾 都是長毛象 還是太雪白了看的不是很清楚 太白了啦 看了我眼睛好不舒服喔 我們繞一下吧 邊繞邊走 我就不特別下來走了啦 因為這個地方 的生物感覺都很兇猛 如果我下來走 等一下他就被頂死了 哈哈哈 有老噴在我 我為什麼要下來走呢 484 想要讓我完成死亡成就嗎 沒這麼容易 而且你們看 這根本是兩個世界嘛 這邊都是雪地 然後另外一邊呢 全部都是沙漠 一冷一熱這樣 到底有沒有啊 找不到六尾啊 欸欸欸 我看到我看到 在前面在前面 前面有一隻 可愛的六尾 你先回來 我怕你打死他 我要去收服六尾 我來啦 你不要走 收服你收服你 我記得瑞德在之前的 放鬆寶可夢 就有收服過六尾喔 阿蘿拉的六尾 欸欸等一下 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有兩隻有兩隻 等一下我先收服這一隻 先收服他收服他 就是之前瑞德有收服過 然後那時候的阿蘿拉六尾 是沒有招式的 對啊 不知道這次更新 有沒有招式啊 欸不要走啦 怕我打暈你 你賣罩你賣罩 揍你 一高一個暈 可惡的傢伙還是你要超級糗 去啦 等一下我在扣血了 我在扣血了 啊 你趕快暈 你不要走 欸他暈了暈了暈了 收服他收服他 我現在在扣血了 因為在這個冰天雪地 太冷了 收服 欸有了有了 成功收服 我們趕快離開這鬼地方 出來吧老噴 這邊實在太冷了 快走 我們去比較溫暖的地方 我可不想要冷死在這個雪山啊 死亡成就 才不要這麼弱的就被達成了欸 出來吧 阿蘿拉六尾 哇 你看看 好可愛唷 冰屬性的吧 沒記錯的話 阿蘿拉六尾 那我們先幫他點一下素質吧 把素質點上去 就是一些攻擊力啊 什麼的 先把近戰傷害點到一千 然後血量也點高一點 兩千吧 對這樣就差不多了 然後他進化的方式呢 就是要靠冰之石啊 所以等一下我也會直接讓他進化 好 那六尾跟我走吧 我們來找個對手來試試看 我們阿蘿拉六尾 這附近也太空曠了吧 什麼都沒有欸 欸我的六尾 欸我的六尾 欸我的六尾怎麼不見了 欸欸 欸我的六尾 不要阿 我好不容易從去血山上面抓下來的 欸這邊這邊這邊 欸你嚇死我了 你嚇死我了 我以為你把你搞丟了欸 更好更好 跟我走跟我走 不要亂跑 你要認清楚這個紅色的這個辣椒頭 對啊認清楚我不要亂跑 前面有一隻牛龍 來去打打看你可以吧 牛龍你應該打得過 試一下試一下 牛龍 打他打他 有嗎有招式嗎 欸有有他有招式他有招式 喔他會凸那個像是碎冰一樣的東西 感覺很痛喔 等一下等一下有沒有 他就這樣被噴死了 欸六尾還蠻強的欸 不行我覺得我要想要再把他 那個他數值再點高一點 看可不可以直接把對手秒殺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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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連續傷害 剛才可以看到他的素姿是連續噴的 可以可以 秒殺 最強六尾誕生了 前方有一隻龐然大物 來吧六尾 噴他 噴死他 可以可以可以 再來再來 連續傷害 他打不到你 他打不到你 你太小隻了 他揮不到六尾 好可愛喔 加油六尾 快點 再噴他 再噴他 他逃走 他要逃走了 快點快點 把他動起來 冷動他 冷動他 就是這樣 沒有錯 我們的六尾 真的超強的 Pokemon只要把他的攻擊力點上去 傷害都是爆痛的 欸 等一下 這邊是那個耶 尼多家族耶 因為尼多厚在帶小孩 有沒有看到 好多喔 超可愛的 而且這次更新好像Pokemon對於家族群聚的設定 就是設定的更重了 然後就會有那種媽媽帶小孩的這種狀況出現 哇 好美喔 而且他這個模組真的是做得超細緻的 你看他頭上的毛會有那個隨風擺動的感覺 超美的 阿羅拉九尾 那反而我們上次抓的九尾呢 也很帥啦 對 我們之前抓的九尾也很帥 但是阿羅拉的九尾呢 反而是一種很夢幻美麗的感覺 不過我比較喜歡就是一般九尾的尾巴 就真的很分明這樣九尾妖狐的樣子 你的招式應該會很帥吧 那一般的九尾會大致火焰呢 大致爆 那你應該也會極動光線吧 我們試試看 把木曜放在劍龍身上 打他 喔唷喔唷那招式是什麼 那是什麼 他出一個像是冰球一樣的東西出去 好帥喔 也太炫了吧 他有那個範圍的招式欸 另外一隻把他幹掉吧 他招式真的超讚的欸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招式 有觀眾知道嗎 唉唷 等一下 前面有一隻 野生的九尾 來來來 給他打打看 扁他 還好我反應夠快 直接把他噴死了 你火氣很厲害嘛 他被打趴的樣子好可愛喔 是一個睡覺的臉欸 唉唷 還是我們的阿羅拉九尾 更強 你們看這張地圖超美的 他好像這樣一個大峽谷的自然景觀 還有那樣瀑布啊 然後這邊還有 這像是一個斷橋有沒有 超美的這邊 真的超美的 結果好像也沒有找到可以打的對象 哈哈哈哈 唉唷 找不到啦 我想說找看有沒有暴龍肉 然後半天 沒有遇到半隻暴龍 對啊 還是這樣地圖不會生產暴龍啊 應該不會吧 暴龍 不然不要暴龍嘛 其他的比較厲害的肉食龍 派個一兩隻出來 這附近感覺就是會出什麼肉食恐龍的樣子 有嗎 等一下 那什麼 那是暴龍嗎 他好像在咬東西欸 對對對 是暴龍 來來來 我找的就是你啦 等一下我要靠近一點 靠近一點 有沒有方向可以下去 嚇死我了 他頭直接衝上來 他走上來了 等一下 暴龍暴龍 你不要發呆 打暴龍打暴龍 快點快點 噴他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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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龍撐得住 欸 欸 我 我才說暴龍撐得住而已 結果 一吐那個冰球 再衝過去 他就死了 好吧 看來我們的阿羅拉九尾 太強了 收服你 剛好路過遇到一隻六尾 哪里沒看過六尾的招式 直接把他收服起來看一下 來吧六尾 你應該也有更新招式吧 好可愛喔 六尾 一樣 先幫你把攻擊力也點上去 來來來來 點高點高 再幫他點一點血量 移動速度也稍微高一點 好那我們最後也來看一下六尾的招式更新 剛好路過 看到一隻野生的 就把他收服起來了 去吧 點他 快點 喔 欸他吐的那個球跟那個耶 九尾是一樣的 有那個紫色的球 可是那個紫色的球沒有傷害 怎麼回事 欸他著火了 他著火了 六尾撞了幾下他就著火了 可是傷害好低喔 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我不是幫你把近戰傷害點高了嗎 結果你打那7D是怎麼回事 沒有傷害啦 六尾 你比阿羅拉六尾還遜欸 這個六尾就是遜啦 連這種小隻的 都打不過 好吧 看來一般的六尾就只是可愛而已 他還是要進化才行啦 好啦那這樣看下來呢 雖然說六尾九尾都有做更新喔 但是我覺得 博士們把他的更新重點 比較偏向於阿羅拉地區的 就是冰屬性的攻擊啦 那火屬的攻擊呢 只有九尾的大字爆 是真的比較帥 然後還有那個像是鬼火一樣的那個火球 雖然說六尾會放那個火球啦 可是傷害不高 就算我把他的攻擊力點上去之後 他傷害還是很低啦 好啦那這個系列的更新呢 還沒有結束不用擔心 據說還有幾隻寶可夢 還會再釋出啦 剩沒幾隻可以測試啦 因為博士們也不想要一次透露太多 所以如果接下來 測試版的寶可夢都玩完之後 我們就只能 接著等第三季正式推出了 那時間呢 依然是還不確定啦 只能夠再耐心等等囉 那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來看見一下 我來看見一下 我去看見到 那邊吃不快 我來看見到 那邊吃不高 我來看見到 跟吃不快 我來看見一下 我要是像阿滋